大陆著名的经济学家朗贤平日前在一场高端讲座时 再一次道出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他说如果政府打压楼市成功 房价降下来了那中国就完了 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打压楼市是经济制度失效 甚至是政治制度全面失效的反应 朗贤平在演讲中指出 中国绝大部分产能严重过剩 而房地产是中国最后一个支柱产业 他说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好比一座火山 政府的打压就是想要把这个火山压住 如果压住了熔岩不会自动消失 一定会从岩层中更为薄弱的环节露出来 那么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 经济再次探底甚至引发火山爆发 最后一个支柱产业画上句号 但是目前中共内部究竟要刺激经济 还是控制通胀控制房价有摇摆不定的迹象 而民众关心的是中共打压楼市 有没有胆量让房价跌到百姓买得起的程度 大陆经济学家齐燕成表示 打压房地产业最直接的利益损失 是富人承担不是穷人 而房地产崩溃以后 最受益的是城市大量买不起房的人 比如说城市特困者 毕业十年的北漂或者乙族 他们可能在房价拒跌以后买得起房 齐燕成还提出 政府可以借此出台一些政策 比如说这些人可以领守护住房 但是目前房地产交易量越来越少 地方财政收入再萎缩 而保障房政策是地方多出 中央少出 因此齐燕成认为 中国的保障房建设也不容易解决问题 齐燕成说 中国古代就有中央收储 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 西汉中期以前也有一个凭准制度 所以他认为 由执政当局拿钱收购房子 是可行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 弄的今天这个样子呢 是经济制度 进而是政治制度 全面失效的反应 如果你说这两个制度还有效 那么你就拿钱收房子 最简单了 是吧 10月22号 郎贤平在沈阳的一场演讲中 喊出了军人的 中国经济没救了的声音 他根据中国制造业将要坍塌 和地方债已经达到 债务危机程度等因素 得出了中国政府已经破产 中国将会陷入几十年大萧条 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最穷国家 几个结论 对此博客作家张鸿良认为 郎贤平的依据还仅仅是 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 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在考虑到中国政治等方面 情况可能比郎贤平想象的 还要更加糟糕 张鸿良还说 眼下正在纷纷逃离中国的富豪 资本和热钱 十分明确地告诉国人 暴风雨就要来了 新唐人记者赵新芝 黄荣 孙宁采访报道